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來到Enterbox 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訂閱Enterbox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請幫我分享 我們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記憶體 這就是記憶體 是電腦執行師用來載入各式各樣程式以及資料 以提供CPU執行與運用 所以記憶體其實只是一個CPU運作時暫時儲存資料的地方 它跟你想像中的SSD或者隨身碟其實是不太一樣的類型 至於要買哪一種記憶體或者要買多大的記憶體呢? 讓我來告訴你 首先你要確定你要買的是筆電用的記憶體還是桌機用的記憶體 像我手邊這條博地的筆電專用記憶體 它就是我們俗稱的Sodin 而一般的記憶體就是Din D-I-M-M 而它的大小也很明顯的比桌機的記憶體還要在小上許多 所以在購買時千萬不要買錯了 因為即使它們可能是同樣的規格、參數 但這兩種記憶體是完全沒有辦法互通的 記憶體有幾個名詞你需要了解 容量、頻寬、速度 而為了讓你更好的理解 我們用停車場來輔助你 記憶體就好比停車場 容量越多就能塞入越多的車 但是如果沒有那麼多車要停進停車場 停車場再大也沒有用 因此記憶體就是夠用就好 不過當然如果錢多 記憶體容量太大也不會怎麼樣 而頻寬就好比停車場的通道數 車道越多就能有越多的車同時進出停車場 效率也就會越高 同樣的如果沒有那麼多車子要停 頻寬多大也沒有用 而頻寬的提升可以藉由雙通道來達成 什麼意思呢 就是記憶體上同時插上兩個或是四個 同容量、同規格的記憶體 以組成雙通道 至於速度就好比停車場的限速 限速越高車速就能越快 車速越快就好比記憶體的效率越高 了解了這三個名詞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講記憶體的選購了 記憶體選購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是DDR世代 第二是頻率 第三是容量 第四是價格 最後是售後保固 首先我們來看到世代 記憶體這個東西其實是會進化的 因此也演進了好幾個世代 就從DDR、DDR2、DDR3、DDR4 以目前來說最新的就是DDR4 而要挑哪一個世代的記憶體 就取決於你的主機板 如果你挑的平台是新的 那當然就是DDR4 那麼要如何辨別你舊有的PC或者是筆電 是用什麼世代的記憶體呢 你可以搜尋你的主機板規格表 裡面一定有寫資源的記憶體 而前面有提到頻率越高越快 那就代表我要買的記憶體頻率越高越快就越好嗎 其實也不見得 因為各個平台有著不超頻的最高頻率 也就是不管你買多少頻率的記憶體 插上去之後就只能跑到那個數字 例如說DDR4 2666 那他可能最高就只能跑到DDR4 2666 除非你買的是可超頻的主機板 例如Intel的Z系列 或者AMD的X系列 或者B系列 那麼你就可以用BIOS內建的 XMP功能來超頻你的記憶體 那要怎麼分辨超頻記憶體和一般記憶體呢 一般的記憶體通常會長得比較陽春 只有一塊電路板以及幾顆黑黑的記憶體顆粒 例如這片來自35年老廠商美商博地的 DDR4 2666筆電記憶體 不過呢 這款記憶體的特別在於 他是給筆電用的 或者iMac 或者All-in-One 或者NAC用的 其大小當然就會比一般的記憶體要再小一些 DDR4 1666筆電記憶體 通常會有漂亮的散熱片 像是這邊 來自台灣本土老品牌 十全所打造的RGB超頻記憶體 經Delta RGB DDR4 3000 就有的RGB燈飾點綴 以及巨大的散熱片 用以散掉超頻所帶來的廢熱 所以我們做個小節 以目前來說 DDR4 2666的記憶體 大概就可以符合你的日常需求 不一定真的要買到超頻記憶體 但如果你想要挑戰超頻 那也歡迎 又或是我就想要電腦的燈光 bling bling的 那麼超頻記憶體就會比較適合你 至於你在超頻的記憶體上 就常常會看到廠商標示CL值是多少 那我CL值到底是什麼呢? CL值其實就是指的是記憶體的延遲 延遲的話顧名思義當然是越低越好 而這部分除非你準備要超頻記憶體 否則其實不用關心 可以看看就好 廠商通常會在超頻記憶體上標示CL值 例如以剛剛這條十全的Delta RGB為例 其官網以及包裝就會標示它的CL是16、18、18、38 低位數就是它的CL值 通常CL14是很好 16算不錯 至於後面三個位數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言討論討論 至於容量的部分 我們前面當然有提到過容量越大越好 不過太多真的是沒有什麼用 所以依據需求 我們也幫你整理好了 你大概所需要的容量 以一般文書來說 8G就已經足夠了 但是遊戲機的話 根據你口袋深度至少要8G 那建議的話當然可以到16G 至於繪圖或者影片剪輯等專業需求 16G起跳肯定是比較好的 甚至有人插到64G都還嫌不太夠 而你打開各大網頁的估價頁面 你也會發現一大堆的廠商都在賣記憶體 那到底要挑誰呢? 其實挑選只要看兩個點 第一當然就是你的預算 第二就是看你要不要挑超頻記憶體啦 像是十全的Delta RGB這類型的 還是一般類型的記憶體 像是美商博地的DR4筆電記憶體 那如果你想要挑的是超頻記憶體 你就可以依照我們剛才講的頻率 以及延遲去挑你覺得CP值最高的 又或是挑一條外觀比較好看的 至於一般記憶體嘛 就看哪一家便宜送丘方式對你來說比較方便囉 今天我們對記憶體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收看Enterbox頻道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還有分享喔 有任何問題也留在底下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吸引了別人鳥 وب Scotland itty 給你 散